马斯克称克斯拉与中国关系良好 美国当地时间6日晚 在华尔街日报举办的CEO峰会上降矛头 直指政府的1.75万亿美元的重建 更好未来法案 称美国不需要拜登的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法案 华尔街日报称 马斯克经常批评包括拜登总统在内的美国政府 但在谈及中国时 他的语气比较温和 近日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CEO埃隆马斯克 表示 兴建的猛禽发动机生产出现了危机 如果CISX明年无法实现两周一次的飞行频率 公司可能面临破产风险 对CISX来说 如果我们不能制造足够的猛禽 我们就无法发射星舰 也就意味着我们不能发射星链卫星V2 其选择比冲高 成本低 积碳低 适于重复使用的液量甲烷作为发动机推进剂 是世界上推力第四大的现役液体火箭发动机 发射星链互联网卫星 也就是CISX的星链计划 该计划打算于2024年前后 在三个轨道上部署接近12000颗卫星 通过禁地轨道卫星群 提供覆盖全球的高速互联网接入服务 以解决远距离互联岩石和偏远地区 航海航空网络覆盖问题 今年8月 好业领头阳星纪荣耀二次发射火箭失败 在此情况下 也有投资人公开对商业航天领域提出质疑 包括商业需求是否真实存在 民营商业航天是否真的能有利润 民营火箭是否有竞争优势等